第五百七十三章 太脆弱了 钱大人歪倒 咚的一声 脑袋砸在仪地上 众人都吓了一跳 其随从急忙善前搀扶 黄豆进来以为他又在装死 所以怒气冲冲地喊道 甭装了 等天上掉金子 你再装也不晚 没人催你 二皇子听了直咧嘴 心道这小子真狠 那随从听了差点跌倒 哀怨地看了他一眼 心道 小祖宗 谁装了 明明我家老爷 就是真晕过去了 众人气气 满脸同情地看着钱大人 一致决定 往后不能得罪这小玩 连黄夫子也想着 往后不能对他太严厉了 钱大人不过是气怒攻心 以至于短时晕厥 并无大碍 所以很快就醒过来了 他几十年官场 不是白混的 见苦肉计不能奏效 力时强硬反击 今日之辱若不能洗刷 他真无言苟活于世了 事已他先闭目养了火神 待二皇子叫亲母和怀子等人 他便扶着随从的胳膊 颤颤巍巍地上前跪下 请求致黄豆蔑视公堂 侮辱朝官之罪 黄豆正跟葫芦等人 围着张大栓他们 看那额头上的伤 板栗又想喊人拿药来 被张怀阻止了 事儿还没说完嘞 谁敢大模大样地敷药 黄豆瞧着爷爷他们头上 磕破皮了 板就生气 又听钱大人拽闻 板栗说他在告状 让殿下治自己的罪 更生气了 他猛地转头 蹬蹬地跑上前 怒视钱大人道 你老说这事儿烦不烦来 都说打比方了 还都是你笨 搞不清我家为啥 非要开着酒家 我打个比方 好叫你小的 挣钱 挣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一点一滴 一粒骨子一块荷叶 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都是有用的 殿下你说 我哪说错了 秦元还真被他问住了 追本球员 这话题是从前边引出来的 意在说明 做事要脚踏实地 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好事 是没错的 就是这孩子说话也太 嗯 这个太让人个应了 真真能把人给气死 他看着钱大人有些头疼 心到此事怕是难以善了 如果说先前他还有些作态 那现在则是动真的了 以死明智也不是不可能 他又看看黄豆 觉得还是应该教训他几句 以免这孩子对官府毫无敬畏之心 于是他沉着脸对黄豆道 你这话是没错 可是为何要说前大人被金子砸死 是死得其所 不要说前大人乃朝廷官员 便是寻常老人 你这样说话也太不尊重 黄夫子急忙起身道 都是老小教导不利 望大人念其年幼 言出无心 勿要追究 罚他给前大人赔个不是吧 二皇子诧异 这孩子原来是黄先生的弟子 黄豆不乐意了 两人的话他听了个大概 其觉得赔不是几个字刺耳 他气鼓鼓地对二皇子道 都说是打比方了 咋听不懂了 天下又不会真掉金子 他不想被金子砸死 觉得这么死不舒坦 不砸就是了 还不是随他自个儿 想砸死就砸死 就算天上真下金子 也砸不到他头上 要砸也是砸我头上 我肯定比他运气好 让金子砸死我好了 这总成了吧 二皇子和黄夫子听了这话 再看看小娃儿 一副受委屈的表情 不知如何是好 众人则鸣嘴偷笑 均觉得钱大人 实在是小题大做了些 这玩儿说话多逗啊 干嘛那么较真 一笑了之不好吗 眼珠一转 二皇子故作成瘾地摸着下巴 对钱大人道 钱大人你都听见了 他年纪小 言语率真 并非有意侮辱大人 不如 他停住不说 只把眼睛看着钱大人 果然 钱大人立即高声悲呼 引经据短地 辩出了一番话 意思 今日不发黄豆 不足以正法计 清末和怀子听了不安 正要上前辩言 却被周夫子用眼神制止了 于是停住脚步 还拉住了张大栓和郑长河 他们不出面 当然是小玩儿出面了 板里和葫芦负责翻译 黄豆和红椒负责跟钱大人对掐 双方你来我往 斗嘴斗得不亦热乎 这真是一场别开身面的辩驳 乃古文和大白话的强烈碰对 钱大人故意引经据点 后来板里和葫芦都翻译不出来了 青木怀子便上前帮忙 但青木怀子肚子里的墨水也不够用了 苏文青便上前帮忙 再看黄豆 任钱大人如何说 他总有话对 那个词句也丰富得很 越到后来众人越诧异 这么点大的玩儿 怎么就那么会扯呢 扯得那个顺溜啊 少有虫样的 二皇子见钱大人越真越精神 一点也不想死了 心中暗笑 钱大人常说 子曰 黄豆子总是我娘说 我爹说 我姑姑说 全家人说的 他都引用了个遍 钱大人终于受不了了 甩出一句 哼 村妇之言 不足为凭 黄豆听了翻译 便问他说的是啥 苏文青急忙告诉他 钱大人方才引用的是梦子的话 黄豆问道 就是 木木三千那个梦子 苏文青猛点头 黄豆便对钱大人道 孟子不也得听他娘的话吗 管他傻子 都得听他娘的话 咋我娘说的就不算了嘞 钱大人哑然 众人也愣住 黄豆又想起一事 气呼呼地说道 我娘也不比孟子他娘差嘞 虽然没搬家 可是捐钱给书院 也是一样的 我爹小时候没上学 那是因为村里没人叫 他转向了一些学子 你瞧 眼下秀才老爷爷来了 举人老爷爷来了 我们村的娃儿 常常听老爷们说话 不是挨着黑的就变黑 挨着红的 红的就变红吗 妙啊 顾云拍手笑道 又好心地跟他说 你才说的那个叫 敬朱者赤 敬末者黑 小儿点头 见钱大人又要拽文 撇撇嘴道 大人再拽文也没有 还是比不上周爷爷能耐 趁早省些事 我瞧你说的那个费劲儿一样 我都替你难受 还害得苏叔叔跟着忙一头汗 周爷爷跟我爷爷说话 都是打白话 就没经过你这样的 钱大人顿时面皮子障 黄豆摸摸肚皮 看看外面的天 忽然就发火了 哼 懒得跟你说了 爹 咱吃饭去 这不是耽误事儿吗 这大忙的时候 家里不晓得有多少事儿了 人家忙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 他倒把咱们一大家子都盼在这儿了 我们跟他能比吗 他拿了皇上发的愤怒 竟扯些没用的事儿 我们不干活儿 等着天上掉馅儿饼来 众人听他说 忙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 集体呆滞 这事儿走路的时候 顿一下就能办了 连顿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那得多忙 再听见天上掉馅儿饼几个字 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 前大人闭闭眼 深吸了口气 瞪着黄豆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是说 殿下在耽误你的事儿 他终于不甩闻了 黄豆振振有词地问道 皇上让你们来查我小叔的事儿 这都扯到哪儿了 都是你闹的 要不是你装死殿下会问这事儿吗 你就是没出息 随便一个小娃子说句话 就要死要活的 还当官儿来 周爷爷就不会这样 他肚子里能泡船 二皇子听了一机灵 不带钱大人二次晕厥 红娇忽然上前大声对赵云道 石头书 你也写个啥折子 跟皇上告状 嗯 就说 就说是他放火烧了我家 说完 小手一指钱大人 众皆失色 连赵云也惊得差点歪倒 钱大人怒法冲管 鼠子敢磨灭老夫 伴依姐妹妹瞪眼 急忙翻译给他听 他说你瞎说 红娇脆声道 我咋瞎说了 这事儿不得皇帐派人去查吗 就跟你们来查我家一样的 查过了 不是你放的那不就算了 我又没说 一准就是你放的 黄豆急忙接道 就是 那个傻屎不问青红皂白 就说我们欺君 我瞧你才真的欺君 皇上让你来好好查 我杨子书的事 你查了吗 钱大人怒道 本官当然查了 诸位大人和殿下可以证明 他也不说文言了 直接跟黄豆对话 黄豆质问道 对呀 你都查过了 晓得我们家 菜卖得比人便宜 咋还死将不松口来 好说歹说 就是头牛也教会了 你愣是愣是 揣着明摆装糊涂 你不听皇上的话 这不是欺君是啥 钱大人深吸了口气 傲然道 黄口小儿 乳秀未干 只知成口舌之力 任你舌颤莲花 也无济于事 便是御事 风闻骤士 亦非空穴来风 这田上酒家 地处田野 乃有木共堵 而等乌我图谋烧山 却是空口无凭 捏造事实 他说你一个小玩儿 毛还没长起 身上还有奶腥味 没旁的本事 就小的耍嘴皮子 就算你说出花来 也不管事 那御史风闻 骤士 也是要讲究证据的 就是苍蝇布丁 无缝的蛋 咱们这桩子 竖在田范里 长眼睛的人都能瞧见 所以人家御史 才会跟皇上告状 你说他烧了咱们的山 是空口白牙 瞎说一气 说了也没人信 口舌之力就是 蛇颤莲花是 空穴来风是 有木共堵 就是凡长了眼睛的人 都瞧得见 板栗同步翻译完 前大人说完了 他也正好翻译完 最后还附带解释了成语 众人听了响大笑 偏此时气氛紧张 比先前更甚 于是只好忍着 一时间咬牙骨嘴咳嗽 兼致扭头弯腰 形态各异 可是这会儿连二皇子 自己也忍不住了 嘴角弯了弯 急忙仰头 看顶棚 黄豆听完了 对气的面色发黑的前大人道 我才没瞎说嘞 哼 党人都是傻子吗 甭瞧我人小 可懂眼色得很 从近来你就没给我们好脸色瞧 你从头到尾都说张家不好 大伙都瞧见了 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他献学献卖 立即把刚学的陈鱼给用上了 前大人心里一沉 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明明想好了不提张扬七君 只说张家开酒楼不合适 怎么变成这样了 话说 好像从这几个玩儿进来 他就失控了 不等他说话 黄豆忽然问二皇子 大人 你听了这么半天 你说我杨子书七君了吗 情缘见着小玩儿 明显有些不耐烦 拿眼死盯着他 也不去看前大人了 想是彻底对他失望了 好事再说 咋当官的都这样了 他知道再不出面 自己也会让这个小玩儿失望了 说不定会在心里鄙视他 皇上的儿子也这么没出息 还不如他一个乡下小娃子 他震了震身子 败出威严的气势 肃然道 御使弹劾张扬一案 夜经查明 纯属无稽之谈 武当亲自面奏圣上 详述此事 说到这儿 他顿了一下 看着有些兴奋的张震两家人 陈寅道 至于田上九家吗 殿下 请听老朽一言 周夫子忽然站了起来 质地有声的言道 九家指示 殿下无息多元 青山书院非朝廷经办 老朽一一告了 这山雁乡村 老朽想在那吃饭 就在那吃饭 想在那拉屎 就在那拉屎 此话一出 整呆一帮人 众学子轰然开怀 老夫子一身不依 口吐粗言 形态不羁 辟腻一世 令人仰往 黄老头哼了一声 示意身边一个中年文士 将两本步子 递归二皇子看 原来是书院创办规划 和书院管理条例 是经过皇上审批过的 意思除了监管读书人 不得讽议朝政 摇汉朝廷外 其他一切都是书院自管 周夫子淡淡地说道 连三岁小儿 都能剖析明白的事 殿下看了那么久 想必已经陈竹在胸了 早些了结吧 这玩儿不是说 要请大伙吃饭吗 秦元忙恭敬地打道 老大人说的是 当日御史弹劾时 父皇也是不幸的 应试涉老大人及弟子 孔颜官指气偏颇 故而命钱之府走着一趟 钱之府听呆了 那他成了什么了 漂亮小丑 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这官做到头了 接下来 二皇子宣告张家无罪 可以继续经营田上酒家 又派人将白衣学子带走了 因为张家还反告人家一状呢 但并未当场处置前大人 而周夫子则对李庚田说 书院不设厨房了 让原先选定的人 也如张家这样开酒家 往后所有学子先生 自行选择在何处吃饭 若是觉得这两家也不好 去农户吃 意识无妨 又让管理俗务的书院堂长 在书房单设一处 专为下雨下雪时 酒家送饭上山用的 这下学子们高兴了 都到这样好 待忙完 那边葫芦和板栗 已经安排好了酒夜 众人端坐差不多一个时辰 终于能放松身心 吃喝歇息了 因此十分高兴 可是当二皇子等人 在周夫子和张淮的带领下 刚换了个凉棚才要入席 黄豆却站起来对众人道 这顿饭他不能请大家吃了 得掏钱赴账才成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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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